最近AI非常的火热 那像英业达、神达这种比较低价的AI股是可以买的吗? 好的 那超为的执行长苏之锋他说什么 他说未来AI将无所不在 所以手上一定要有AI的相关概念股 可是你要会分辨AI股的价值 而不是只看股价来决定 为什么 因为真的好的AI概念个股 他的毛利率、他的税后净利率、他的EPS、他的专利 你全部都要考虑在里面 纵使短期有些公司 他因为市场的情绪 把他的股价推高 那这是短期的市场公司 但是决定公司长期股价的关键因素是什么? 是公司的价值 这就是我们所关注的一个重点 完整班影片帮我锁定股民当家 了吗? 是公司长期股价值得出特别的